大家好 我是尚气凌 我是刘志明 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数 志明哥最近股市真的震荡盘振 各种的我觉得多空的讯息都有出来 然后再加上连累会下说要生息 下说不生息 然后最近以色列那边又发生了战争 所以这种不明朗的状况下 我们要赶快跟投资朋友谈一谈 接下来该怎么样布局 然后我们该观察哪些重要的股票 抢攻奥运商机 纺织自协短期迎来了 获利潮回复一下上一集的留言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请志明哥分享一下 为什么今天要讨论纺织跟自协这两大产业 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 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 跟我们一起追踪震惊趋势 分析产业状况成为财团的一份子 每月最低只要300元就能够赞助我们 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 也欢迎订阅财讯频道 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 其实今年台股 你从第二期来几乎是AI的热潮 当然现在有点沉淀 但你看沉淀之后 上半年没有涨的公司 明年状况会不错的公司 我们可能就会锁定 比如说纺织这两块的产业去观察 我们都知道10月17号有纺织展 其实房拓展的秘书长有讲说 今年其实是台湾纺织产业 40年最惨的一年 去年还有66亿 今年衰退大概3到4成 其实你看台湾的那些相关的产业 其实大概前三季是不好的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去年疫情之后 有一度的爆发 然后爆发之后 运动品牌大厂 他也在清库存 因为通膨关系 然后消费不好 尤其是欧洲那时候通膨很高 美国通膨很高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 先把库存降下来 不管是制协或纺织业 其实业绩都没有那么的好 现在看起来有慢慢回补的迹象 大概十几个国家的人 都来参加台北的房子展 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布局的是明年7月的 巴黎奥运的一个商机 那这部分的话 其实你看它今年不好 那明年会变好的产业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要特别 对不对 等于是第4季开始要 那整体来看就是第三季 可能是他们低点的部分 那从第4季会慢慢回温 那等到明年的时候 第一季第二季 奥运商机的加持 就会比过去要好的很多 投资就是买未来 那未来会变好的公司 其实就值得大家注意 奥运有个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其实在法国举行 那其实 所以它是LV集团这个支持 那当然今年法国强调 他们是会比较节省的部分 但是节省也是投资 2000多亿的相关的金额 在场馆啊什么 但是LV自己就会投资在 1.5亿欧元的部分 来做他们 比如说服饰啊什么相关的一些 所以是一个时尚跟运动的结合 其实商机的爆发潜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我们看 今年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 就是巨洋 它过去是做仿织成衣的部分 它今年比如红强的原因是 因为它在东南亚 越南 印尼 柬埔寨 在中国飞兵都有它的工厂 所以说像国际的大厂都有 做一些极短单给巨洋 然后巨洋马上就承接起来 所以它业绩虽然还是衰退 可能只有衰退3% 别人都是2010级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就是广越 以前广越是做羽绒服代工的大厂 大家知道广越就是你在夏天买广越 冬天卖广越 大概都每年都可以赚到钱 应该是没有什么 除非当年度是一个空头走势 今年广越比较不一样 是它其实有接到 Lulule Memo的相关的订单 从外套开始 它不只以后在羽绒服持续成长 但是在新的这种业务代工也会成长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好 至于跟我们刚才已经聊完房子 关于智鞋部分 据我所知好像最近Nike 跟爱丽达的股价没有这么好 台湾的代工这些厂商的话 有什么突围的方法 其实智鞋也有趣 像Nike也是第三季 也是大坎当 所以对这些智鞋代工产业 其实都有受到影响 但是你看它过去为了清库存 Nike会做很多的促销 我听我同事讲说 你买这一个鞋子会搭配另外一鞋子 加起来其实一样钱 对 有什么两件再五折 是类似这样的促销 营收也许可能维持 那是毛利率会下降 因为等于是有搭配促销 其实这样的促销 已经大概都结束了 大家会往明年跟奥运的商机方面走 其实这一面就像智鞋 台湾比较强的像智鞋 玉琪 百合 这种相关公司 还有丰泰也是 还有宝城 这也都值得大家注意 其实我们观察这些公司前八月的营收 可能都衰退八到三十三percent 不等 但是我们观察像丰泰 它在八月的营收就已经有越成长 那九月以论上应该会成长 丰泰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它是Jordan鞋的主要代工厂 市场上其实Jordan鞋受到欢迎的程度 维持得很好 所以它受影响的是比较少一点 另外像玉琪 它主要生产基地是在缅甸 它的代工的复苏的状况也不错 外资就评估它明年可能会赚15块以上 获利能均率是超过五成 那另外一个像百合是做携带的 那其实今年的状况 在八月的时候它会公告它的EPS 就已经有0.3元 那等于是八月就赚赢了第二季 所以说其实它也是从最差的状况 往好的方向走 那法蘭菇百合今年有机会 EPS挑战4块以上 那明年5块以上应该是会达到的 所以说这个状况下 其实像智强百合预期 其实也大家可以特别去注意 对 我觉得讲到纺织后 我聊一下为什么这几年的纺织 突然从低价古 很早期的低价古 然后后来自从卢宏之后就变成高价古 第一个就接到Lululemon跟Under Armour 街头上看现在很多年轻女生 基本上都直接穿瑜伽服直接穿上去 所以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他们那个订单那时候接得多旺 到现在为止 其实这个趋势都没有改变 就运动风整个大企 所以只要接到Nike Under Armour Puma Idee他这几个大厂 其实基本上他们业绩都会很好 然后刚才志明哥有讲到 奥运又明年就到了 所以我觉得在那种吹波助澜下 其实投资人真的要密切注意 跟运动有关的一些成衣厂商 其实我提一个我自己的观察 那你从中校东路 二段走到四段 你看其实很多都是国际大厂 像Lubo Memo 其实这就是一个流行的改变 其实现在年轻人 尤其我自己的儿子 他自己鞋子可能二十几双 然后买的鞋子都是贵两倍那一种 对 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消费 跟我们过去可能不太一样 你可能过去神资检用 可能买一个好的鞋子两三千块 但是他们现在都是 五千块 起跳 对 一万的也是会花钱 对对对 所以说你像你买个iPhone手机 两年给你换一次 也不过是三万多四万 但是他们买鞋子的速度 绝对花费收定还比 买iPhone手机还多 对可一整年加起来就十双了 对 所以这种消费力道 造成其实台湾 不管是仿制或是自协这个领域 其实也会变好 其实过去中国的厂商 其实跟台湾也竞争 那现在国际大厂其实对中国的厂商 还是有一点戒心 所以说这方面 他订单宁可下在台商 所以说只要这个景气来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这些代工厂商 它的成长复苏的力道 绝对会比其他业者要好得多 而且台湾厂商不管在管理上 或是品质控管上 还有这个设计的这种速度的改变 都是国际大厂需要的 因为现在不管是比较快的时尚 或是品质的管控的部分 还有重点是ESG 像很多这些台湾的厂商 它在厂房里面 其实上面都是太阳能板 它其实是很多是绿能的 使用的制造的东西 对 所以说这个部分 其实台湾厂商的技能力 其实一定会慢慢的变强 所以它的份额就会慢慢变大 我觉得台湾还有个厉害就是 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要什么防水防什么 现在就是各种技能符上面 台湾功不可磨 我觉得都是台湾研发出来的 对 那再加上看 那个价格差很多 投资朋友可以注意 这种相关的毛利率一定会比较高 然后志明哥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纺织 那你觉得在制鞋上面 我们有没有什么技术特别领先的地方 其实像制鞋的部分 我会特别观察像志祥这家公司 因为它是全球所有足球鞋制造的 应该是小霸王 那其实这家公司蛮有趣的 就是它其实本来是个贸易公司 然后后来也变成足球鞋的制造 1995年的时候 爱迪达希望不是中国大陆的产能 发觉只有越南只有它能做足球鞋 然后爱迪达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Nike也开始下单给它 所以说现在不管在Nike或爱迪达的 这种足球鞋的制造的份额 大概有35到38 其实比例是很高的 那其实这家公司也蛮有趣的 因为它制鞋的机台是意大利的 品质好 然后也受国际大很肯定 志强老板其实他有更大的企图性 他希望在印尼、缅甸 可能将来5年的时候 会把它产能再增加一倍 业绩其实也会慢慢变好 应该是去年状况很好的时候 EPS有9块多 那今年可能不景气的状态下 那也可以赚到3块多左右 那其实我觉得明年成长的机会是蛮大的 也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现在讲的是说 球鞋的这种制造 其实是很困难 尤其在库存管理 那你像iPhone 就是四只手机四个规定 这个组合是非常复杂的 什么颜色、什么型号、什么要卖得好 这个都是有很大的know how 那你当然接到这样的订单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是随时应付国际大厂这种 一下下集大安 一下又抽谈 所以说台湾在这方面 布局其实是蛮好 技术也蛮好 当然也是管理工厂的能力也是很强 另外就是像志强这些公司 Nike 很久以前要做一些全制造的 对就是减少能力 对本来是委托美国一家大厂去制造 结果全都不行都失败 然后制强公司去继续研发 这公司的老板的企图心 的确是越来越强烈 所以说他在希望在抢占 这个制血的份额上 可能更有活力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大家去注意的 不要走在前面 对不要愿意花这些成本 这些投入这些机器研发 对 想要完整了解更多的 抢工奥运商机 就赶快购买我们财讯双周刊 696期 接下来我们回应一下 上流投资书第80集 芋龙新电车将搭载Level 2009 自驾系统 AI大单一直来广达逆势振温 财团们的留言 然后第一位财团林芝秀 他抖内我们150元 感谢你 谢谢 谢谢 然后第二位FCH 他说芋龙有没有明确的规划 和发展海外市场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继续做梦吧 志明哥这个一定很懂 其实应该说芋龙有投资 红华先进 红华先进它就是帮品牌 设计电动车的一个公司 台湾是跟纳智杰合作 跟芋龙做代工 红华先进又跟鸿海 跟泰国的国际大堂有合作 那他也在泰国生产电动车 所以说等于是 其实在这领域 透过红华先进 他也进入了泰国电动车相关市场 今年10月18号 红华客机日的时候 其实有相关的一些讯息也会纰漏 表示不管是纳智杰玉龙 透过红华先进往海外走 其实是有机会的 那我们之前去采访红华先进 他们现在人工才700多人 他们希望在一年之内就增加到1000人 成长的原因都是为了海外市场布局 还是有机会往海外方向走 对 其实我要提起投资朋友 不要忘记那个黄连薰 要来看鸿海 冲着电动车而来的 所以这一点投资人可以多注意 有第三位财团挖角 他说财讯点赞 等待聆听 感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好的 那大家看完就别忘了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对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欢迎购买我们财讯刷刷 696期上流投资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